叫什麼?垂死求生 不是垂死求生 我們有一個不想死的心態 盡力找到各樣門路賺錢 到7月8日為止 San Mattel 聖馬雕園 一共有3,787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死亡人數111人 同時San Mattel也是灣區 最早開放堂食的園之一 在6月17日就允許餐館堂食 位於San Mattel的留一手火鍋店 和其他火鍋店一樣 之前基本完全依賴堂食生意 究竟重開之後要面臨怎樣的轉變呢?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已經說可以開 為什麼我再押後呢? 我就是特意不想在4月4日開 因為我覺得太多人 然後一時間我可能接受不到有那麼多人進來 我擔心自己 在網上搜索灣區火鍋 就已經可以跳出接近80間店鋪 自從2010年 火鍋開始在灣區興起以來 就一直勢頭強勁 謝少倫從2016年開始 就被在灣區開樓一手火鍋店 她獨機是酒店管理和國際商務 之前特意飛到重慶去申請加盟 最終在2018年初 成功開了這一間 美國第二間樓一手 開店之後生意一直很好 上星期一開放星期三的預訂 當晚就已經訂了日本的座位 但是謝少倫就說 現在餐廳還是失去了最大的吸引力 那些人可以在家裡打火鍋 亦都可以來店鋪 他們來店鋪主要就是聚集 一大群朋友開始開心 一起見面 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家見不到面的話 他們來也沒什麼意義 不過食物挑戰還有社交泡泡圈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12人以下的固定團體 只要維持三個禮拜 就算不是一個家庭 亦都可以聚會 因為現在每一張桌子 其實只可以坐六個人 如果一個家庭四個人 兩個家庭想聚一聚 已經坐不上了 他們還要兩張桌子旁邊六呎 而且火鍋店因為有電路 所以不可以像其他餐館一樣 將桌子拼起來 亦都不可以將桌子移走 於是他的做法就是 每隔一張桌子 用透明擋板遮擋 顧客只可以在右擋板的桌子坐 等於只開了一半 其實我也估計 就算我現在說我開十張桌子 其實星期日可能會五、六張桌子 因為我看到周圍的餐廳 他們可能星期間的時候 會有一陣的人口出來 但大部分都不敢出去吃飯 對顧客來說 出來吃飯亦更加麻煩 入店前一定要探熱 台灣超過三十七度半 攝氏度就不可以入內 入門口要拿消毒紙巾抹手 在店內只要不在桌子旁邊 就要戴口罩 洗手間一次也只可以一個人用 長時間開著門 客人進來的時候 希望空氣流通一點 樓上的窗全都打開了 所以現在就是 狂開很厲害的冷氣 去製造空氣流通 根據加州對餐館行業的指引 所有餐館都不可以在餐桌旁 準備和擺放食物 也就是說 之前將食材全部擺放出來 給顧客自己選擇的自作火鍋 就不可以再將食材放出來 上菜會用塑料蓋蓋住 現在醬料吧桌已經清空 改由服務員幫顧客拿 甚至連餐具都不會再使用 例如冰水現在都不會直接由店舖供應 改為賣瓶裝水 旁邊的推車只可以用來放不要的碗碟 雖然6月6日石墨桌就找他 開放餐館湖外用餐 他也說師傅很快就來封路畫位 不過他們還是決定不會進行湖外用餐 所以之後火鍋的生意模式 只可以是唐食加外賣 他們就是從3月20日開始 嘗試轉做外賣生意 在這裡我們從來沒有做過外賣 也是一個新嘗試 那兩個月的收入都能保持 可以說不用虧錢 但到5、6月開始熱的時候 其實市場會看到比較慢 生意額會低 比起去年同期 生意硬下跌了六成 不過比起其他餐館 他已經覺得算是很幸運 他們就會直接不開 是的 很多 我有些朋友 他們會直接 連店鋪都不開 然後他們賣的東西 直接在廚房裡做 做完之後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團賣出去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在灣區那些 團賣其實是很流行的 但是社交媒體帶起的團購潮 帶往的可能不是餐廳 而是家廚的生意 謝少倫就說 這是所有餐館都要面臨的挑戰 是衝擊的 因為你會知道 餐廳其實賣的所有東西 都是有稅收的 還需要給人手、普租等成本 雖然他們很多湯底配料 都從加拿大運過來 但是中美貿易和疫情 全部都增加成本 其實在中國運過來的原材料 已經貴了可能10-20% 一早已經貴了 過完新年之後 現在再加上肉 又再漲多10-20% 其實成本會增加了很多 但是 怎麼說呢 我們也不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轉嫁給消費者 說 現在疫情 但是我 因為成本上升 我要調高20% 那些人不會來的 因為現在其實 所有的餐廳都在打七折八折 有監察名單 而立刻終止了院內所有堂食 Soleno院和馬林院也在上週禁止 如果病例繼續上升 下一個可能終止堂食的會是順老埋怨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